郑宝秀议员则是提出了北埔火车站转运站北宜至景美车站 而新城火车站到访游客众多 环境脏外有待改善 以及机场噪音补偿金申请等等的议题 在咨询时间提出建议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协助处理 新城乡有许多的观光景点 而县议员郑宝秀表示 北埔火车站以及新城火车站 是许多游客搭乘交通运速的重要地点 而环境的清洁更需要注意 而北埔火车站的转运站 他也建议希望能够北移至景美站 那个新城火车站跟北埔火车站 是我们北围铁路现有就开始有了 将近快50年 然后那边有规划转运站 而且新城火车站是很多观光客 很多外国人 然后目前规划的那个地方是杂草重生 我是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拿出破例出来 不要规划两个地方 一个花莲火车站 然后一个新城火车站 然后新城火车就把它摆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真的是杂草重生乱七八糟 那我也希望县长能够比照那个 我们日出相见大道一样去打扫一下 让大家耳目一新 如果没有的话 也是希望能够还第一名 那北埔火车站是一样 北埔火车站跟新城火车站 广场前面都很多的私人土地 都没有征收 我也是希望我们的立法委员 跟我们县政府跟铁路级沟通协调 能够将我们这两个站处理得好一点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门面 认为这个车站是 尤其新城火车站 新城火车站是我们花莲县 第二个最多人的地方 那我真的是以重心惨 不要因为新城乡是人口少 然后就没有这样子的规划跟做 尤其我们北埔火车站 是由我们东南亚最大的这个游库 然后在这个地方每天的游库的车量 进出非常多 然后又是台宁亚 你中刚跟那个货运的那个转运站 那个如果评估不行的话 因为我们都一直跟吉安是同时评估的 但是吉安现在要做了 那北埔还是遥遥无几 不要因为我们新城 我们新城乡的人口少 而忽略了我们北埔火车站 那既然那个铁路局 偷偷跟我讲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转运站 移到这个景美 如果我们坐高架跟地下不合 那个长度不够的话 就移到那边 我认为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那也希望我们县政府帮帮忙 也希望我们的立委 也希望我们的铁路局 能够沟通协调 将我们的转运站 移到景美那个地方去 郑保修议员也对于 国防噪音补助的申请时间 也提醒民众 不要丧失了自己的权益 一级 二级 三级 噪音区的这个民众 有这个布小补 有一些小补助 那因为是每年每人都有的 将近花年线 有将近十万个人口 有这样 那现在因为成效不张 我也希望环保局 这边能够赶快 去推 去用垃圾车去讲一下 或是说 我今天讲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能够赶快 在你自己的住屋里面 然后到你们的村干市 村办公厅那边去申请这笔钱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不到 就是我家的家里面 我去公导 你叫你公导 我去公导 我去公导